他的祖父张七郎年轻时 也曾经游历东北 他除了游历中国的江南江北之外 也到过东北大概至少三次 他觉得说既然是中国人 那我中国的土地要去看看 所以你要知道当初在台湾到中国是叫做出国 日本人是要签证的 要办出国的 所以张七郎也被日本政府怀疑 是不是台奸 张七郎前往东北时 台中风源的抗日世家谢秋冠已经在东北 他们都是台湾总督府医学院毕业的学生 只是谢秋冠去了东北的满铁医院 而张七郎来到台湾东部的花莲凤林 开设人寿医院 在医院的诊疗室里边 表框了一个中华民国的国籍 而且诊疗室里边悬挂的是 孙中山先生的照片 那日本人官员来 说你怎么挂这个 这是我国家 我的民主的旗帜 我民主的伟人 你应该要挂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是你们的伟人 你们的皇帝 你在你家挂 你不要把这个东西挂到我家 所以从这样来想 我想张七郎从来没有认为 他不是中国人 有着强烈中国议事的张七郎 他的三个孩子也在辽宁海城 开设和家乡同名的医院